主料,面粉350克,补量,紫薯一个,酵母2.5勺,奶粉2大勺,准备时间,移到2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提前煮好紫薯凉凉,用面粉把紫薯搓开,放入奶粉拌匀,分别放入酵母和号两种面团,白面团和紫薯面团1比1或1比2,和橙柔软适中的面团,放温暖处发酵, 面开后揉匀,团圆压扁,把两个颜色的面团改成饼状,温柔成长柱形,然后切成大小时中的馒头,改上保鲜膜,再次发酵,20分钟或是直接放锅里再次发酵,大火蒸,20分钟,关火后再焖5分钟,OK,烹饪技巧,盯制码头的时间,要看码头的大小来决定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GNU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